有个爆炸性的消息 俄军称在击毁的鲍尔坦克中 居然有德国现役的正规军被击毙击上 那北约直接参战 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 有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侦察兵就向记者说 说在一次交战之中 俄军用反坦克导弹干掉了两辆鲍尔坦克 他们发现这个坦克炮塔里有那么三个人已经被击毙了 只剩下一个重伤的坦克驾驶员 而且这位坦克驾驶员向俄军是不停的用德语在重复着 说不要开枪 不要拍枪 而且一再表示我不是雇佣军 我是德国国防军的军人 而另外三个已经身亡的也都是德国的正规军 这个消息是太有爆炸性了 所以这个俄军侦察兵就感到非常的吃惊 立刻对这个人进行了急救 但是由于这伤势过重 是没救过来 没留下这个活口 这事真是太重磅的一个消息了 这就意味着北约他直接参战了 如果真是这样 他似乎也解开了以前的一些疑问 首先啊 你看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是援助了不少的爆一爆二坦克 乌军坦克兵居然就仅仅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训练就能熟练的驾驭这些坦克 这就有点不太对劲了 而且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坦克兵这样的技术兵种 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哪里一下子又冒出了这么多可以熟练使用爆氏坦克的人呢 所以早就有人怀疑 那是不是北约人员随着这个援助直接来参战了 第二呢 乌克兰拿到爆二坦克的之后啊 一开始他们就拼命的往前冲 哎呀 这个很厉害啊 很威风啊 这不是被西方吹成了这个神器吗 是吧 他拿去冲锋前阵 谁知道呢 大多都被俄军开了罐头 那么现在他们用这些爆二坦克呢 往往只在这个战线的后方提供着火力支援 一般呢 他不太敢过分的前处 这有保存实力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也不排除里边真的有德国的正规军参战 怕被消灭之后露下 不过这件事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消息啊 它可信度不能说这个是假的吧 但是至少也是可信度是真假参半 而且很大程度上 应该是俄罗斯那边制造舆论 你看现在啊 我们只看到了这种新闻报道 而且这个消息呢 只是来源于俄方的侦察兵的口述 至于说德国那边被击毙的所谓的德国正规军嘛 你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啊 连个有说服力的照片咱们也看不到 而且呢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物证 你说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些被击毙的人员的身份呢 德国直接出兵啊 那可真不是一件小事啊 德国现在的意象 它是不再过多的介入这个俄乌冲突 当然它还是要支持乌克兰的 而且德军呢 是要派兵直接参战的话呀 这个也很难隐瞒得了啊 北约派出军事人员进入乌克兰协助 甚至是直接指挥作战 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大 而且现在各种迹象表明也确实是这样啊 甚至呢 有可能会让他们现役军人转换身份啊 变成所谓的志愿者直接参战 但是这次鲍二中死了的这个德国正规军这件事啊 要是说起来 那可是疑点还是挺多的 所以这件事情啊 半真半假的 我们看看后续还有什么消息出来吧 嗯 嗯 哇 真棒 你 你 你